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简单开合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模型 就是万代最近刚刚发售的这款MG的神异高达 那有两盒 其中一盒是通贩的版本 而另外一盒是带有初回限定的支架以及水贴的 今天主要看的全点来看初回限定的版本 好了先看一下峰会 OK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通贩版正面的峰会 那在这一面是采取了纵向的形式来进行的印制 背面采取身子的色调 而正面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主角神异高达了 那么看上去感觉是充满了威严 有如天神下凡一般 而且充满了帝王的气质 到底也是符合他的名字天地高达吧 那么对于这个峰会 我个人来讲其实是非常满意的 看上去真的很帅气 而且我感觉通贩版的峰会 照比初回限定版本的峰会是强差很多了 那么好了通贩版的峰会就暂时先看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神异高达的初回限定版的峰会是个什么样 那这个就是捆绑了初回限定特点的MG神异高达的峰会了 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采取了横向的印制 在背面全部都是银灰的色调 四周可以看到已经释放了龙骑兵光束突击炮 造型方面感觉还是可以的 不过和通贩的相比这个感觉是微严少了一点 也还算凑合吧 我们非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看盒子里面板件的表现如何 其实感觉板件的数量还不算少 因为盒子感觉还是挺沉的 那这边 首先可以看到一张尺寸不算太大的胶贴啊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标志 然后呢这边照例提供了MG标准的刮贴啊 这个确实很少了 跟上一次的自由相比啊 然后一张尺寸更小的铝箔贴纸 眼部的 然后这边还有瞄准镜啊 监视器啊 就这么点贴纸的部分通贩的啊就这么多 然后是A版 那么在A版上可以看到首先是领口部分的分件 包括胸部初期口的黄色分件 这个颜色感觉有点脏脏的那种黄啊 分灰色调 接着这边可以看到脚底板脚后跟 腰部的分件啊 这个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 接着一个尺寸很长的光束军刀特条件啊 这感觉和之前的贴纸板 还有之前的跌尘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边是带有波纹状的那种感觉啊 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 然后后背的分件 胸口的分件啊 包括推进器部分的分件啊 这A版呢就这么多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内构部分啊 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啊 这一次的内构呢是沿用之前自由2.0的 感觉呢是一个并不太好的事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由2.0的跨部的位置 是非常容易出现断腿的情况的 那么这次呢照例啊 大面积的啊 这两版全部都是 我看一看啊 这一版不是啊 这一版是新规的 也就是神异的部分 大概有这么多啊 好 这边呢 这边看一看啊 这边基本上全部都是自由2.0的分件了 相信这个批完之后呢 应该会剩余不少内构的分件 好了 这先放到一边啊 看一看这个 脚底板什么的啊 包括背包部分 后背部分 裙甲部分 用的地方也不少啊 新规 那么好的 我们快速的继续来拆啊 看一看 这一版呢依旧是内构的分件啊 而且看了一下 还是之前自由2.0的大腿部分的分件啊 这一版完全就是之前啊 自由2.0的 看一看啊 这一版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2.0 这两个呢是完全一样的啊 而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款神异高达 外甲部分的分件了 可以看到大腿的内侧 外侧 包括裙甲部分 裆部 弓盾系统 还有背包 看这个样子呢 镂空结构分色应该还算不错啊 并且表面的细节呢 也算不少啊 看一看这个克鲁泽吧 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一款 神异高达的驾驶员克鲁泽了 之前呢我们做过TV版的神异 里面提供了一个算是尺寸很大的小兵儿啊 可以看到这个克鲁泽呢造型 和之前的TV版是 完全一样的啊 永远都恰个腰 感觉就是等比例缩小了而已 嗯 造型好上是完全完全完全一样的啊 那么剩下的零件呢 有头顶监视器的分件 面罩部分的分件啊 包括这边啊是头盔两侧的分件 脑后勺的分件啊 这边啊是我们这款神异高达的天线了 可以看得出来 嗯 还是比较长的啊 不过尖端并不是非常锐利啊 这颜色呢和配景版啊 基本上是靠晒了 那在外甲的颜色部分 刚才对比了一下之前TV神异和DA神异啊 那么这一次的万代的MG神异呢 是要比之前的两款外甲 颜色要稍微深上那么一点的 嗯 好的 放到一边 接着 这一包啊 这一包呢也是外甲部分了 我看啊 应该就是金甲 包括手臂装甲的一些零件了啊 还是很好辨识的 好的啊 这边就是金甲部分了啊 表面细节感觉还算可以啊 不过呢 并没有像DA神异那样采取什么镂空结构啊 基本上都是靠这刻线呢 来达到这个细节表现的 然后手臂部分的装甲 包括手腕部分的装甲 感觉并没有 并没有太多看点啊 嗯 两版是完全一样的 好 来看这一包啊 这一包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颜色我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啊 因为提供了一个黑色透明材质的支架啊 全部都是一种黑色啊 这感觉看上去 还挺高档的 嗯 反正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看这边 还有很多颗线细节 然后呢 嗯 比较厚的地方 这个黑色是比较深的 嗯 这感觉挺漂亮 而且呢 好像没看到什么杂质 而且看了一下啊 这个 通饭板也是有的啊 这支架 另外这边提供的是龙七兵光束突击炮的 特效件吧 算是特效件啊 这个通饭板也是有的 嗯 这边可以看到一些眼部的透明分件 那之后呢 出了一个扩充包啊 好像这个龙七兵的特效件的部分呢 呃 带有了很多关节啊 可玩度可能会更强上一点 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 简陋上很多了 嗯 不过也能凑合用 好 来看这边 倒下来了啊 这边可以看到背包的分件啊 大腿的分件 嗯 还有很多啊 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龙七兵光束突击炮的那个 炮口的分件 这边采取的分件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那其他部分 我还没有辨识出来啊 嗯 看到脚后跟了 好了 等回头拼的时候看看都是哪里啊 放到一边 然后这一版也是两版一样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龙七兵光束突击炮的分件了啊 通过板件呢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光束突击炮的分件部分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很多炮呢 中间都是采取了镂空结构 就是把之前的那个黑色分件 插进去 就算是完成这个组装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并不需要特别多的一个拼合步骤 不过呢 这边啊 也是采取这个多段组合的形式呢 来进行的 组装 大体感觉呢 还算可以啊 看来啊 因为这个光束突击炮本身尺寸就不大 想要再做点什么文章 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确实啊 这个地方已经很小了 来看最后的几个板件啊 这边 尺寸很大的 叫什么来着 审判 光束不强 对 审判 看看这个分件怎么样啊 哇 坍塌了 坍塌了 这个一会再看啊 先看这个 在这一板上呢 首先可以看到胸口部分的深色分件啊 包括前额部分的分件 呃 头盔两侧的深色分件 这个部分一定要小心啊 这连接中间感觉这么薄 看起来特别容易断啊 接着 审判的光束步枪 这感觉分件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复杂啊 基本的左右合 然后准镜的部分 好像没啥啊 好来看其他的 然后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板软丢挡的分件啊 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用在我们神医高达的腰部的各种软管啊 真的是超级软啊 可以看看我摇晃一下 那么后面写的是 TPE材质啊 第一次在高达模型里面看到这种材质 至于软到什么程度呢 轻松的放在手心里面 可以窝成一团 不过呢 这个材质啊 摸完之后 上面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起扎的现象啊 而至于这种材质 后期会不会出现变质啊 或者是返游的情况啊 这个就需要时间来进行考验了 那好 最后来看一下我们这款神医的标志性 龟壳大背包啊 分件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不过呢 那在上端这边呢是做了 你看看下端啊 下端这个部分呢是做了分割式的处理啊 嗯 这边分割出来的是安装推进器的 而其余部分呢 看到最多的无非还是各种各样的刻线吧 这边后期会安装上一个分件啊 来填补这块的颜色 嗯 好像啊 没什么意外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款作为初回限定特点的东西都是啥 首先呢就是这个JAPT logo的大地台啊 颜色部分呢是采取了这种金属红色的成型色啊 可以看得出来啊 现在万代对于这个成型色的控制呢照不及前啊是好上太多太多了啊 在袋子外面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喷涂的 嗯 离近看了以后呢 因为可以看到部分的水纹啊 才发现这个是成型色 不过表现呢 已经很好了 对于成型色而言啊 还是挺亮堂的 那背面就是空壳啊 没啥 好了 放到一边 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特点是啥 让人感觉极为惊悚的一张尺寸很大的水贴啊 说实话 这么大尺寸的水贴 这个水贴如果是放在这个万代的先定来卖的话 可能也值个 几十块钱吧 不过这个数量感觉 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了 那么看到这啊 我们这款初回限定的MG版神异高达的所有板件呢 就已经全部看完了 刚才说板件数量虽然不少啊 但是看了一下内构的板件大概有三板或四板都是重复的啊 沿用的之前自由2.0的 所以说并没有看到太多的 惊喜吧算是 而外甲部分的分件呢 好像表现也是一般般 因为没有拼装 所以具体的效果啥样呢 还是不得知晓的 不过呢 看了一下外甲的刻线啊 好像细节主要还得靠身线来表现 看一看这边啊 这边 大概就 这么多东西了啊 所有的板件 都在这里了 那么如果说啊 对这个红色的尺寸很大的 Draft T台没兴趣的话 或者是对这个尺寸很大的水贴没需求的话 那个人建议啊 当然是选择通贩版的MG神异啊 毕竟峰会看起来是比这个初回版呢 嗯 更帅气场一点 另外呢 嗯 其实呢 股价部分啊 因为是沿用的之前自由2.0 所以拼装的时候 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是早有提防的了 再也不会出现断腿的情况了 但依旧 还是需要叮嘱一下大家啊 嗯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一期呢 就暂时的开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打赏 散 继续 wieder � 感谢观看